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十点零五分 欢迎回到第二小时的POP最正点 我是林书伟 刚刚有跟大家稍微这个前情提要一下 我们这一小时要来访问到的是林郑胜导演 导演好 书伟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好 林郑胜导演他拍了民谣大师陈明璋老师的一个纪录片 叫做汉山和汉象全世界 这个是上个礼拜五就已经上映了对不对 对对对 正在上映中 那你们这个汉山和汉象世界 这一个电影的名称你们有取很久吗 没有耶 汉山和汉象世界 对 因为要当初要取片名 最容易大家就会想说陈明璋最有名的歌 大概大家最耳熟能详 早期很有名就是 不知道一出戏 大家很多人都很喜欢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这个片名 可是一想就不对啊 会变小了 然后他会怀旧 我又不想怀旧 他刚好 那个时候他刚好出了一首歌没多久 叫汉山和 汉山和很好啊 那山和要对什么 我不能用汉 我也不想用汉山和 一个革命当片名 那山和当然要对世界 所以就汉山和汉象世界 然后那个背后就是说 我们常常讲说我们要走进世界 或者要让世界走进来 走进来 那我们是凭什么 凭着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最本土的东西 对自己的东西去让别人了解 人家有兴趣就进来 所以陈明璋刚好是一个几乎是台湾最本土的声音的一个代表 当然有胡德乎啊 有阿涛啊什么这些 可是陈明璋自己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标志 所以我就觉得阿涛就汉象世界 哇汉山和汉象世界 所以这个片名真的是非常的具象的让我们了解到 这整篇其实不只是陈明璋老师的个人故事而已 它更像是台湾音乐如何走向世界 世界如何观看到台湾的本土音乐 对它背后有一个主角是台湾 我们常常讲说日本有版本龙衣 我们台湾有陈明璋 这绝对是没有错的 因为我们都很容易因为我们身边的 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身边的人很亲近 就觉得没有什么 那我们反而对外面的人 他好厉害 那也比也许换个角度 如果我们在比较远的距离来看的时候 你会发觉这个人做了很多事 是 对那我们要去讲不是说他跟版本龙衣有什么 一样的或者怎么样 只是我们要讲说其实我们也有很珍贵的东西 是 很珍惜要珍惜 那因为林正胜导演跟陈明璋老师认识很久很久了 你们认识几年了 嗯 二十几年了吧 认识二十多年 因为他是天马茶碗跟我合作 嗯 然后做配业嗯开始 嗯嗯嗯嗯 天马茶房哇 也是二十多年前了 对 当时也入围了这个 砍金领展 他有得奖 嗯 他配业有得奖 是 亚太跟金马都有得奖 对 所以他当时等于就是 很 其实陈明璋老师蛮早就 在世界的大奖项当中得奖 因为他第一个被人家知道 我那时候编导班 然后去看恋恋风筝 嗯 看完结果那个音乐好棒哦 台湾终于有一部电影 从影像到声音 对 全部都是台湾的 是 严肃 嗯 然后你最后就看字幕 到底是谁做的音乐 你听那个吉他就知道 一定是台湾 台湾的 他不是西方的 嗯 然后看到配业陈明璋 第一个浮现说 这是上的呢 嗯 因为他之前没有出过任何专辑 没有人认识他 嗯 然后突然间就 红了 我们叫横空厨师 哈哈哈哈 然后就在 嗯 就在 嗯 就在 化国的南特影展 南特影展得奖了 得了个音乐大奖 配业大奖 就开始了 是 然后过两年 他再出那个 抓黄哥嘛 嗯 所以他等于是从配业开始 先得奖的 从配业开始 然后恋恋风筝 得到南特影展的大奖 那事实上我们大家现在台湾对这种日本名导啊 士之玉和都非常的熟悉 那士之玉和的第一部片呢 是他 幻之光 因为士之玉和看了那个 呃 猴岛的电影 猴岛的恋恋风筝非常喜欢 是 他很喜欢那个音乐 对 他觉得那个配乐 那个吉他声 就很像跟环境结合在一起 很自然 嗯 所以就找了 就想办法找到陈明章帮他配乐 是 哇 所以 啊 这个陈明章老师的人生故事哦 真的是要讲 真的非常的精彩的篇章哦 但是在画面当中又呈现出 陈明章老师非常平实 很亲近 很像隔壁的阿伯 对 对对对 因为他 应该说他跟我都有一样的特质啊 嗯 我们都像那个 我们在街上走的时候 也没有人会管我们是谁 很自在哦 陈明章在北投 当然比较有名嘛 可是北投的人 看到他会认出他是谁 可是他们都说他是 北投的流浪汉这样 陈明章 因为 你也在一起上啊 对啊 你也在一起上 大师耶 但是不会去打扰他啦 就很像街坊邻居一样 聊聊天这样子 那像你们认识二十几年了 拍这个纪录片的起心动念 你们怎么会谈到说 不然我们来拍个纪录片好了 没有啊 那个最早是因为我 他就住我楼上嘛 啊 他说 喝酒不用开车啦 坐电梯就好了 带油 就下来啊 我们就常常 因为他家有一个小孩 嗯 那小孩读小学之后 嗯 就不适合在他家喝酒 因为孩子要写功课 要睡觉啊 嗯 不要打扰小孩子 所以就到我家喝酒 然后我老婆就看我们两个在那边聊天觉得很好笑 嗯 因为我老婆是叫自闭症化 对对对 他有一个小DV 是 数位DV 他就拿来拍拍我们两个家 哦 拍拍拍过一阵子 我有一天就调比跟他说 哎 虽然身体要过好 上来行事哦 影像就上来管理哦 哎呦 就咖咖的哦 啊 酒馆朋友办一桌 啊 大家喝酒 看 来送心 送别 我就讲 他就笑这样 嗯 然后我也没有想要拍这一阵子 因为过了很久 真的很久 好几年 有一天我会觉得这个人 我就常常跟他喝酒聊天 然后知道他很多事 然后那个很单纯的起心动恋 哎 是那种 而且有时候他还 他他其实蛮任性 嗯 他煮小孩很好面 嗯嗯嗯 家境算不错 平柔嘛 他妈妈很疼 爸爸妈妈都很疼 他跟我是两个不同点心 我是从小被爸爸打大的这样 我都开玩笑说 三个人拍完 连宵夜 宵夜也拍参照 他是很疼爱的 所以他有一种任性 嗯 可是那种任性又结合到创作就很好 嗯 我就想 这个人 不如来拍他纪录片 我就跟他讲说 哎 我来拍你的纪录片好吗 他就回 回我一句 好啊 你要拍就拍 然后从此就不管了 然后我就后来就知道 好来来 我要想办法来拍一下 哦 早前就拍 拍摄过程 他也没有干涉 他也没有问过 也没有问了 也没有怎么样 我叫他 他做什么或者怎么样 我就自然这样拍 哦 一直到四年多拍了 四年多拍完 嗯 就跟他说剪好了 你来看一下 嗯 看完看有什么意见嘛 我们总是会尊重被拍摄的 然后他就来看 看完他就 说 哎 同步一句 我给他剪掉就好了 哦 很好 哦 就这样 我就剪掉那句 因为那句话 他不想让人家听到 所以就容许我不要讲 哦 保留保留保留 我差点想问说哪一句 哈哈哈哈 因为他不想让人知道 所以你就不要讲 我现在如果讲出来 哦 好 对对对 剪掉的效果就没有了 所以他就只有那一句剪掉 其他都OK哦 对对 其他都OK 因为其实 纪录片很私密耶 对啊 对啊 纪录片就是你每天做的事情 然后他去哪边演出 去哪边表演 在家里 对对对对 也有很多在家里 跟老婆跟妈妈讲话的内容 对对对对 这个都没关系是不是 没关系 他说不要让妈妈知道 妈妈很可爱 为什么不要知道 其实我们去 他说不要拍啦 他一直说不要拍 对 可是我们去我们就拍啊 妈妈也就款侃而谈 就谈论 谈完以后 然后陈铭江说 陈铭江跟我讲 我拍完这边要不要找妈妈来看 他说 不要让他知道 他不知道都没事情了 哈哈哈哈 如果长辈看到他也是有 也有很多形象包袱 妈妈92岁了 对哇 真的是 很很难得的一个纪录片 这纪录片真的是非常有人味 而且呢 在里面音乐贯穿了全场 你会觉得是非常美好的一个 一个影像之旅 欢迎大家可以到电影院 来支持一下这一部 汉山河汉象世界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 POP最正点 好 10点18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林振胜导演 他带来了这一部纪录片 正在上映当中 汉山河汉象世界 他这里面 记录了陈铭江老师 他的音乐创作 他有很多音乐的本土创作 然后收录了他对于台湾这块土地的音乐养分 然后如何去发扬到全世界 还有很多在世界各地的乐迷 其实对于有这样子的本土音乐 其实我们说怎么样最好的这种宣传就是 你从本土出发 让世界看到我们的样子 大概就是陈铭江老师 他一直在做的事情 所以林振胜导演他因为跟陈铭江老师 是非常熟悉的朋友 那这么熟悉的朋友再拍几片来 会有一些挑战跟困难度吗 最困难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因为你很熟悉他 你都知道 因为你就会自动过励说 这个不用拍了 这个知道了 可是我拍一拍在发觉说 我应该是拍给观众看 都不熟悉他的人 我才警觉到 我什么都 我应该要尽量拍 拍了剪接再来决定 因为我不能替观众过例太多事 剪接的时候 你叙述架构出来 才顺着那个叙述架构去讲故事 才去做取舍 不要在拍摄的时候 就做太多取舍 你到时候要 你发觉需要什么都没拍 这个最大的困难是因为认识他 所以你对他太清楚了 就会自动过励 然后就会觉得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其实对一个生命来讲 任何一个生命 别人要了解他 有很多都很重要 尤其有一些很细节的东西 我们觉得是小事 其实那些细节都铺成 一个生命很重要的东西 所以这个是我在拍摄过程里面 拍一拍再回头想 要把那些细节都铺成 是 那因为拍摄拍了四年多 所以拍摄的总长度 你大概上千了吧 大概一千个小时以上 一千个小时要怎么浓缩到 我们现在看到的版本 这个太难了吧 因为 纪录片都是到剪接的时候 才做编剧 所以纪录片你在拍之前 你没办法 虽然很熟的人 但是你也没办法很确定的时候 一定怎么讲故事 那一直到剪接的时候 才开始从 看你拍摄的素材里面 去找出你要怎么讲这个故事 最后我才找出一个讲故事的东西 我基本上希望以我跟他邻居喝酒聊天 这个结构 这个架构来讲 很像我们很自然的在生活里面 两个人在互动 友谊 然后讲事情 就把故事讲出来 然后再连接到 他的演唱会 连接到他过去的事情 然后访问了一些人 然后连接进来 所以到那时候才知道 有一些东西太多了就要拿掉 就要舍弃 比如说本来最后的时候 陈明章故事快要结束 我放了一段500讲的话 很好啊 他讲陈明章 然后唱汉山河 然后说那是歌仔戏的东西 然后他特别讲说陈明章就一直哦 一直哦 我们有什么 我们是什么 这就是陈明章 结果我后来把他拿掉 拿掉是因为 很像陈明章不应该 他前面讲的就这些事 都讲完了 然后还要找一个人来 很像背书 好像总结背书 不要这种感觉 他讲得很好 可是需要找一个人背书 你整部电影不就在讲这一件事吗 都已经讲完了 观众就很有感觉 忽然间跑出一个人来做一个背书 做结论 就觉得多了 就把他拿掉了 其实片子里面很多 我拍了 然后后来剪掉 都觉得很可惜 但是也没办法 像万芳啊 李新韵啊 朱美琳啊 很多 还有他去美国 他年轻的时候去美国 演唱 然后他那一些当年邀请他去的那些美国 在美国读书 当时的留学生 现在都已经中研研研室啊 什么来访问 来谈这些事 我都都没剪进来 放不进去 哇 这感觉很珍贵耶 那些影像会保留 那些影像会送给陈明章 所以一部这个好看的纪录片 他的确哦 真的是时间的淬炼去累积下来 包括了 叙事者 就是导演就是一个叙事者 他怎么样去说这个故事 那对于这个陈明章老师 他第一次看这个汉山河汉象时节 是你们这个应该是首映的时候吗 对对对 你们在金马银展首映是不是 我们前面有办一些媒体试骗 试骗嘛 对 那我们首映是在国宾 哦是 对对对 那 最早的首映是 那个叫世界首映 世界首映 是在高雄 那陈明章老师 国宾那个叫宇宙首映 世界宇宙 都是 都是非常无价的 那陈明章老师 第一次看到完整的片子的时候 因为你之前应该是初检嘛 在台北中印 我们弄好以后 整个声音都做好 初拷贝 然后要检查拷贝 就找他一起来看 在台北中印看 但是在跟全场这么多的朋友 一起看 在一个大厅看的感觉又不一样 不一样 那第一次我记得是在 威秀的泰坦厅 我们办一个特应的位置 所以陈明章老师听说都哭了是不是 他很爱哭 所以他哭不稀奇就对了 他很爱哭 很爱哭 你也爱哭吗导演 我也很爱哭 但是 两个都性情中人 但是我觉得他比我爱哭 你们两个平常就是在互动的时候 聊天啊 喝酒啊 开港的时候 他也会哭吗 比较不会啦 平常 比较感伤一下而已 感伤一下 两个人 两个大男人 那你们两个大男人 到底都聊些什么 很多都可以聊啊 可以聊政治 可以聊世界大事 可以聊音乐 聊电影 聊创作 聊创作 聊想法 聊家人 也可以啊 也可以 也是有都 我们是什么都聊的 那意见总是会有不同的时候啊 意见不同的时候 我们就要尊重对方 人本人就不一样了 这是我的概念 他的概念也很接近 他说 他有一个形容我觉得很好 他说 我们要当大海 所有的溪水 海纳百川 都会流到大海里面 那我们要尊重每一条溪水 就在海纳百川 是 因为你是大海 你就可以融了很多东西 那我是觉得 有一句话是我 这一辈子都遵守的 我觉得很棒的东西 真理的对面可还是真理 你觉得自己是真理 别人讲的就不是真理吗 如果是这样 那大家就对立了 你只有认为你是真理 你讲的是真理 别人讲的也可能是真理 角度不一样 观点不一样 大家在面对的事 林郑胜导演 这好适合现在 我们台湾的政治氛围 送给所有的政治人物 好我们来听一下 这个陈明璋老师的歌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好10点33分 欢迎回到 POP最正点 今天访问到的是 林郑胜导演 这一部 《汉山河汉象世界》的 纪录片正在上映当中 那这一次也入围了金马奖 大家说这个是最 竞争最激烈的组别 叫做纪录片组 这个纪录片 这个不得了 导演 会很紧张吗 礼拜六 礼拜六要颁奖的这个 不会 死亡之组 大家都说他是死亡之组 因为既然叫死亡之组 那输了也没什么 没有得奖也没什么 因为吉安华得奖我很开心 蔡明亮得奖 都很开心 因为这是入围的 最佳纪录片 有许安华导演的诗 蔡明亮导演的何处 林郑胜导演的汉山河汉象世界 赵德映导演的诊所 还有大陆有一个王斌导演的青春 哇 这真的是比最佳导演 最佳剧情片还要精彩 对那个 我那一天在那个 金马奖的开幕酒会 然后跟主席李平斌 我们碰面 然后李平斌一看到我就说 你们怎么了 怎么都跑来拍纪录片 你们都跑去拍纪录片 你们老导演 你们都来跑来拍纪录片 然后把剧情片都留给新导演 好像是这样子 今年是这样的状况 我觉得很好 每一个人都应该 我们还可以做事的时候 什么都可以做 我也在计划明年会拍剧情片 太棒了 那你所有一切都是 人生就是这样 你不一定印要 一定要怎么样才可以 不要把纪录片看小了 对 就一样的 它跟剧情片 一个一部好的纪录片 它的价值是很高的 是 而且在金马六十 我觉得特别具有意义 那我刚刚有偷偷问 林郑胜导演说 那礼拜六 礼拜六就要搬脚了 应该差不多就是要准备一下 什么上台感言 然后要准备一下战袍 到时候陈文贤老师也会一起出去 整个剧组会一起 导演你有准备上台感言吗 没有 因为你不觉得一定会得奖 可是很多上台人都这样说 很多上台人都说 真正本感相信是我 是啊是啊 因为在那样的情况下 因为我 简单讲就是说 我也当过评审 所有的得奖都在评审的一面之间 大家互相说服 我也当过那种被说服的人 我本来很坚持哪一部片要得奖 你要讲一讲 我绝对有道理 我就把票投过去 就变成另外一部片得奖 我也当过说服别人的人 因为我的说服 所以票增加了 我喜欢的片子就得奖 所以那个一面之间不要太在意 因为能够在一个入围 在一个同一个评审的 在评论的过程里面 其实我说的不是场面话 真的每一部片入围真的得奖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讨论 才决定谁得奖 所以那个讨论里面 就已经肯定了 得奖是有很微妙的因素的 这得奖是天时地利人和 种种的原因 简单讲就是 那个喜欢你片子的很多 品位比较接近你的片子 你的片子接近他的品位的 那些人多你就得奖了 如果另外的品位 比较是另外一部片的多 那你就不会得奖了 但是你年轻的时候也是这样想吗 我年轻当然很紧张啊 年轻第一次去砍城 很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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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 我去砍城 我没有竞赛 我只是那个观摩单 观摩单也要办一个最佳影评片 然后那个叫影评人周 他们告诉我 前一天告诉我说 你应该得奖了 那我就说什么叫应该 他说影评人 大家投票都给你了 你的票数最高 我说那为什么还不能说得奖 他说明天是记者要投票 要记者 所有记者投完票 你还是最高 我一听完就说 谢谢那我知道了 你没有信心 不是没有信心 因为太难了 我们从台湾去 台湾记者都投给我好了 也不够 也不够啊 而且欧洲记者为多数啊 然后果然宣布就是华国片得奖 那必然的 那个没有对错的问题 你用投票的方式 除非你的影片要好到多好 才会让你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台湾记者 有多好的日本片 好到要多好 我才会舍弃我台湾的片 投给日本片 这很正常人知场景 我的判断很简单 就这样我就觉得没有得奖 但是那个心情会有一点失落 还是会啦 会有失落 然后隔天我得另外一个奖 还是得奖了 对不对 所以那种心情起伏 真的是三温暖 所以我就得到一个结论 自在啦 让他看怎么样就怎么样 有就有没有就没有 其实我觉得像 汉山和汉象世界里头 我也是看到了导演跟陈明璋 老师的自在 就是你们 可能已经活出了一个很自在的年岁吧 或者是说这个你们一路的创作 从年轻时候 像陈明璋老师从26岁 然后到 他26岁吧 26开始 26岁开始 他即使是大概二十三四岁就开始写歌 我都没发表 然后你看二级 所以一直到现在 就四十年的时间 那你们实在看劲太多了啦 然后也是跟着台湾的这个社会的 整个历史的走过来 所以哦 你们讲到这个我忽然间很想讲一个 就陈明璋在高雄电影节 他不是讲说有一个中国南方城市报要颁奖给他 他说他不拧 他讲了一句说 我不是中国人 所以不拧那个奖 这句话讲起来很像很意识心态 其实在我们都不是意识心态 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那我们在求学的过程 国小国中 很多东西我们都 都是不存在的 然后家里的大人 偏偏像我爸爸 我祖父他们都是很有那个 对生命对政治对什么都很有觉醒的 他偏偏他们就要谈二二八 谈白色恐怖 我曾经跟我爸爸 跟我阿公说过 你都要不要说 那就没什么事 都要说干什么 等你出社会发觉 这些都是真的 是真实存在过 所以我们那个内心里面有一个角落 我们是觉得我们是被骗长大的 我们是在谎言里面成长 那所以我们现在长大 其实没有恨了 没有说要恨谁 而是说 那个事情就在我们心里面会存下来 那我们现在拥有这个生活方式 我们其实蛮珍惜的 我很喜欢台湾现在的生活方式 民主的自由的多样的多元 所以我当然 除非你中国也民主自由 也多样多元 不然我们要同意干嘛 生活方式明明就不一样 不要一天到晚吵这个 其实是这样 而会有出现 类似说 你如果叫我承认我是中国人 就要统一 那我就 我就不成功了 如果你可以不要这样谈 我们都 我也承认我有中国的文化 陈明璋的歌里面 很多中国文化的东西里面 你看他讲到书桌坛 只是那么开心 那么有感觉的 所以我们不是在排斥中国 不是在排斥中国人 而是不要那个生活方式 不要一天到晚 跟一讲一讲 就说只有一个中国 所以一国两制 或是怎么样 很累嘛 就谈这个就变得很累 其实是这样 没有那么意识形态 是生活 对 我要什么样的生活 就是说因为台湾现在的 这样子的一个自由民主 才能够创造出大家各自 做自己的创作 有自己的主导权 就是可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然后它就会成为一个风貌 像在纪录片当中 汉山河汉象世界 大家也可以很 很enjoy的感受到里面的音乐 因为陈明璋老师的音乐 它的风格真的是 集世界之大成 你不是讲说 就典型的世界音乐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世界音乐 从台湾的 呱戏啦 柏地戏啦 南管北管啦 走向世界的新音乐 等等之类的 它其实很难说 它到底音乐的 音乐的属性是什么 它可能可能 它甚至了解 把原住民的音乐 放进来 它就是这样 一直在台湾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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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所以我里面很喜欢派他走路 它都在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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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露 把很多东西都融合在一起 是 那像你这个 因为你们两个这么熟嘛 你们在各自的领域 都有非常 呃杰出 然后都是这个 很多人的典范 但是你真的跟着他 因为他做音乐嘛 你毕竟是影像嘛 他做音乐 那你跟他去了这么多的 演唱的地方 不管是 台湾或是国外 你有突然被他的魅力 给这种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 喝酒的朋友嘛 我很早就给他的魅力 你本来就已经被他吸引住了 吸引住了 练练风尘我就被他吸引住了 我就想好 我那时候就想好 我以后要当导演 哦 然后我就很认真 你那时候就想好了 对 我编导班 我很快就决定 我要走电影这条路 那当然 那个梦想 那我爸爸都说 你扛书梦想不可能 那 也很幸运 就让我因言俱会 对 让我走成了 嗯 我就想好 我第一部电影就要找他当配乐 哇 所以当时 结果冲哈梦路 要开拍 把剧本记给他看完 他就看完 然后 我没有跟他见到面 嗯 他 他就跟我自片讲 然后自片回我说 陈明璋说不爱做 他说不爱做 冲哈梦路他不爱做 他说不爱做 他说那男人的故事 很悲哀 我不爱 所以他 是当时就回捐你 就拒绝我 哦 可是你那时候还不认识 还不认识 但是我心里面就觉得 我拍第一部电影就要找这个人来当配乐 一直到后来天马朝房 那个是另外一个制片 是 我们有开会讨论服装 那个天马朝房很复杂 因为旧时代二二八时代 是 然后开会讨厂开的很晚 有一天开到很晚 我那个制片黄志明 就是说后来拍 那个什么赛德克巴莱 他就忽然间跟我说 诶 德鲜 我们这配乐来找陈明章 我说 诶 他应该拒绝我 他说你插蜜 让他看狡猛 他如果好就好 不要让我找 我说 好啊 你教我 然后去给他看 他就 我去第二天 第三天就一夜见面 回复了 哦 就一夜见面 所以他算是你们第一次见面 去北头见面 一见面不是谈音乐 一见面 他那时候不能喝酒 因为他身体 那时候必须戒酒 然后一见面就说 德鲜 我有一个角色团演 我课串一下 也好 他找 他跟我要一个角色演 我想 我要问他 头发可以剪吗 不行 然后 呼吸可以刮吗 不行 说我唱歌的 他有他的形象 后来回去看剧本 看一看 里面有一个新剧剧团的团长 因为新剧剧团 就可以留胡子 跟他挂一个比较 一个演进就好了 有点特别的演进 怀旧的 就让他演 我跟你讲 就好在他来演 哇 因为我那个 里面有新剧表演 有小夜队 小夜队在表演 那个 你不懂 我不懂 我搞不定 他来演 因为他在现场 你就顺便叫他来当 我就跟他说 你要把那个夜队 你要把夜队搞好 这个没有另外算钱 你有把夜队搞好 因为我要他那个旧时代的感觉 哇 在谈到 起来 像他们留 出来 你会 我们现在看 东方 东方 有点好 有点落差 可是要有味道 是 哇 还有这一段 所以他的配业是从那边开始 哇 这个两个美好的交集 所以这一次的汉山河汉乡世界 已经在上个礼拜五正式上映了 欢迎大家到电影院一起来观赏 马上回来 最有料 最新奇 最够味的观点 全都在书尾的POP最正点 好 10点51分 欢迎回到POP最正点 林郑胜导演带来汉山河汉乡世界 陈明章老师的纪录片 在纪录片当中 大家可以发现说 原来黄飞那个堆堆堆 居然是陈明章老师做的 阿哥好搭啦 也是他做的 对 就很多人看到影片才发现说 哇 哇 陈明章老师做的这个曲风很广 对 有一个年轻人去看电影 看完写了一篇在脸书上面分享 他说 完全年轻人可以看 因为进去看以后才发觉说 很多跟阿公阿嬷 去唱KTV去什么的 那些歌原来是陈明章做的 对对对 然后淡水流浪到淡水 都是陈明章做 他说好开心哦 那我很想跟年轻人说 这不是一个老人家看的电影 绝对是为年轻人拍的电影 希望你们进来看 然后透过歌声 透过音乐 透过影像了解台湾的过去 跟现在甚至想象未来哦 是 我们都要了解自己 才能往未来走 所以这是 我觉得蛮重要的 这是我拍这部电影 一个初衷 一个很重要的初衷 就是希望给年轻人看 然后因为 年轻人 我们跟他讲太多 他会生气 你不要一直跟我讲 让他用看的啦 自己看 一直跟他说 你们过去怎么 我们讲的有时候也 年轻人都不听的时候 老人家还会讲一句话说 我吃的烟比你吃的米很多 然后他们回你一句话说 你干嘛 你没事吃那么多眼看 所以不要一直教训年轻人 不要一直要牢牢叨叨 我希望给他们电影看 给他们音乐听 他们有兴趣了 有感动了 现在这个时代 他去Google 有一堆的东西 他会去了解台湾 我希望是 我对这个是充满着希望的 所以我们也有 学校公播版在推 对对对 现在他们还可以参与吗 对还可以还可以 这个是 就是学校有公播集资计划 对 集资计划 我们现在还 因为已经没有募资了 所以我们成本可以降低 四千块就可以 赞助一个公播版 给国中 高中 大学都可以任何 你想要捡给一个学校 都可以 那我们这几天跑高雄 跑什么很多人都来响应 要支持 我们都有一些公播版 继续再买 欢迎大家 是 还有一件很重要的 还有很重要 就是欢迎企业可以包场 不管企业或公司行号 或个人 都可以包场 包场是 你带着你自己的亲朋好友 你的同事 我们可以在一个很愉快的氛围当中 来看看陈毅张老师的音乐 人生 然后把时间告诉我们的发行公司 然后说哪一场 如果我时间可以 我很乐意到 现场 去应酷 跟大家分享 跟大家聊聊 太棒 很乐意 纪录片 其实所有 我们台湾很多拍纪录片的人 都很辛苦 那我们很努力的 让他上验线 让他跟大家容易看到 所以需要很多大家支持 让台湾的纪录片 其实台湾纪录片 这几年 很蓬勃的 很蓬勃 很成长 就是因为大家的支持 让台湾可以继续发展纪录片 纪录片很重要 因为它直接反映社会的现实 社会的东西 然后让我们去面对 我们很真实的社会 然后感动 或者还行 或者重新再出发 好 所以我们是立足台湾 然后面向世界 汉山河汉象世界 这部纪录片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赶快进电影院来支持 那同时呢 你也可以找汉山河汉象世界 牵猴子 可以跟他们联络 牵猴子行销 来帮这个纪录片 做一些宣传 那同时其实真的 因为一部好片 真的是要你走进戏院去支持他 然后走进戏院去感受 那个氛围 还有那个感动 我相信大概 听了看了 然后你会觉得 哇 这种真性情真的是 很感动 就是很真的 因为林胜胜导演是这么真性情的 然后陈明章老师 大家都叫他阿张师 阿张师就是 阿张师 阿张师 你们隔壁的阿伯 哈哈哈 其实我第一次听到他的歌声的时候 我说这是黑衣桑的声音 他那时候才三十岁 哎哟 然后呢 那当时的黑衣桑的声音 但是越听越好听越有味道 那个感情出来了 真的 对 他其实歌声不是那种美声的不是 你乍惊你会觉得说 还好啊 可是你听了几遍 我会发觉那个歌声里面那个感情 对 还有那个情绪的感染力 非常的强 那个 前Sony的总经理说 他跟那个Bob Dylan一样 是用灵魂在唱歌 哇 真的Bob Dylan Bob Dylan有一年来台湾 我有去听他演唱会 我跟蔡世平去 哦 Bob Dylan把他所有的歌曲全部改编了 我都听不太懂 他唱的是哪一首你知道吗 他就是用灵魂 用生命在演绎他的曲子 他当天的情绪是怎么样 他可以随时应变成他当天要的样子 跟陈达一样 他们基本上是那一挂的 都是一挂的 好 今天非常谢谢林郑森导演 谢谢你 谢谢